比方說12點要集合的話 11點半一定要到 還沒到 如果沒有一分鐘就500塊 一分鐘500塊 那誰被罰最多 目前 目前 應該是 我自己吧 你自己 1500左右 1500 全明星黃隊慘吞三連敗 國歌殘酷對歸 格務校泰被罰最慘 我想要跟黃隊的格務校泰說 等你喔 我可以喔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拉拉拉 你有信心贏嗎 當然 台中混血天菜 格務校泰 在美國學校呢 是足球校隊來著 風格被讚及四傳奇球星C羅 礙於非凡比賽扭傷 本週足球12碼PK賽 格務校泰只好收戰 當其場邊應援團 殘烈的是黃隊這次 被藍隊狠剃光頭 囤下三連敗 比賽很公平啊 有不公平嗎 沒有啊 我們就是打不贏別人啊 我們就在最後的30秒讓人家得分啊 我們連最後的進攻機會都沒有啊 比賽就是這樣子啊 贏我們大家都一起扛 輸我們也一起扛 我們就是一個團隊 所以現在郭哥每一場訓練都會 不會來的 會 中間那時候我們就是時間乾淨不好 我們的練習的態度也沒有到那麼的積極 郭哥就生氣氣了 對 生氣氣 就是你們輸的那一集啊 我們好像跟郭哥是談戀愛的那種感覺 有時候就是靠近 然後有時候就是突然離開 然後我們覺得 欸郭哥呢 我們就想他 然後想他的時候 他就很冷漠 然後就突然就出現 郭哥不要再離開我們 我們黃隊有一個 就是需要改變的地方 就是時間概念 可能是郭哥是 之前是 是伴球隊的 所以他對時間的概念 就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甚至如果遲到的話 就是要發錢這樣子 你有被罰嗎 有 罰多少錢 目前應該有 1500左右 1500 比方說12點要集合的話 11點半一定要到 然後 如果沒有一分鐘就500塊 一分鐘500塊 等於我遲到了三次 那誰被罰最多 目前 目前 應該是 我自己吧 你自己 最後會不會想說 要來個MVP獎 當然要 這就是我自己的目標 MVP我一定要拿到 不管足球還是什麼 我一定要拿到MVP 一定要選的話 黃隊總冠軍跟MVP二選 要殺 我都要 那你覺得這七年發展 一路這樣算順嗎 還是中間有比較低潮的時間 我覺得 我覺得 滿多低潮的時候 我22歲的時候 那時候 就離家出走 因為跟我爸爸 吵架 其實我爸應該是 累積很久了 就是我對於金錢 金錢上的就是 概念不是這麼的好 我那時候在咖啡廳打工 第一次拿到薪水的時候 5500吧 我記得那時候 眼淚就跑出來了 原來錢是這麼難賺 我的中文 就是 還是有口音 所以就是 沒辦法拿到 台灣人的角色 畢竟在台灣 所以我就想要 把這個克服 然後讓 全台灣的人 應該是全世界的人 知道我歌舞下台是誰 那現在來上全明星 爸爸有很驕傲很開心嗎 我姐我爸都 直接大哭 我也很感謝我爸 就是 突然這樣子 離開我 對 不是那個離開 不是那個離開是吧 哈哈哈